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今天是2021年2月10日,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今天转眼已经到小年夜了,但是早上起来感觉似乎一点年味都没有 不过转眼一想,觉得这其实也挺正常的 因为今年国家也一直在宣传,有钱没钱,就地过年 就不要回去给当地政府添乱了,不要增加疫情传播的风险 大多数人都还是很听话的,反正就留在当地过年了 再者说呢,就算你想不听话,你想回去,有可能会经历核酸检测 居家隔离,或者说集中隔离,各种各样的套餐 从7天到14天不等,基本上呢,大多数人过年的年假 也不会超过14天的,最多也就七八天,十几天的 你回去隔离个14天,然后再回来,然后回到这边工作的城市 再隔离个14天,啥子也知道该怎么做了 然后呢,鞭炮现在也不许放了,也不是不许放,就是大多数地方不允许放 或者不提倡,不鼓励放鞭炮 那虽然说人民日报也出了一个社论,还是文章说 这个一刀切,不让放鞭炮不可取 但实际上呢,各地政府其实就是这么做的 无论是卖鞭炮的地方,还是说能够允许放鞭炮的地方呢 都是越来越少了 那大家呢,索性也就不费这个力了 那你不让放,或者不愿意让我们放 那我们就不放就得了呗 所以直到今天为止,直到今天小年夜 我似乎是没有在窗外听到过一声鞭炮的声音 大家都非常的和谐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还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啊 国家还是希望大家非必要不聚集 那春节期间什么事情最热闹呢 当然是集中在一块大家吃个年夜饭最热闹了 那现在非必要不聚集,那意思就是年夜饭你没有必要也就别吃了,对吧 年夜饭你说它必要吧,它必要,可以联络一下感情啊 你说它不必要吗,那确实啊,你凑在一块吃个饭 你说这是非常紧急,非常必要的事情,其实也说不通 那大家也就非常响应国家的号召就不吃了呗 或者说远程吃,大家各自小家庭在家里吃,对吧 这个呢,就苦了那些饭店啊 希望疫情过后能够通过这个年夜饭能够挣点钱的这些饭店啊 餐馆啊之类的,生意肯定又是差了很多 现在好像唯一和过年有点关系的呢,可能也就是春晚了 但是春晚呢,肉眼可见的,收视率啊越来越降了啊 基本上也没什么人看,罗比纳书已经很久很久不看春晚了 顶多也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小品啊 不过由于这个小品越来越多的掺入这些说教的意味啊 罗比纳书实在是也是没什么兴趣 顶多呢,也就在第二天看看网上的评论评价之类的 不过现在好像也不准负面评论春晚了,这个也就没得看了 所以说呢,总而言之,今年这个春节可谓是一丝年味都没有 不过这也是正常的事情啊,罗比纳书现在越来越觉得呢 就是线下的这个交流啊,就是基于学员关系的 基于工作关系的,基于学习关系的这种线下的连接呢 似乎越来越淡了 大家更愿意在网上啊,互相之间精神有共鸣的这些人呢 多聊一聊,比如说网上的微信群啊 比如说豆瓣小组啊,比如说现在比较火的这个clubhouse啊 虽然说已经被封杀了,中国大陆的手机号已经收不到这个验证软信了 等于说就是已经封杀掉了 就是大家更愿意能够和自己精神上有共鸣的 或者说三观比较一致的人呢 多交流,多沟通,多聊天 至于说你学员上有关系,实际生活当中有关系啊 这并不代表什么 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在网络一带来说 完全不意味着什么,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更热络 我们能有更多的话题可聊 可以说是肉体离得更近,精神离得极远吧 再加上今年又是非必要不聚集啊 那精神上,肉体上就离得更远了 那也更加没什么好聊的了 那说完了过年呢,进入正题啊 罗宾大叔看到一幅图啊 就是这两天我相信在网上也是传得比较广的 就是公安部出了一个数据 2020年的新生儿出生的数据 当然这严格意义上不是出生的数据啊 它是说在2020年新生儿且上了户口的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非常的吓人啊 在2020年只有1003.5万的新生儿出生 且上了户口 大家知道呢,中国的公民啊 在中国出生的中国公民呢 上户口它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个义务 所以说呢,绝大多数人都还是会给孩子上户口的 那少部分可能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原因啊 没有上户口或者暂缓上了户口 但是呢,真正的出生的数字相比1003.5万的也不会多太多的 我估计最多最多加个10% 1100万 那去年这个数字是多少呢? 同样,同一个统计口径啊 也是来自公安部上户口的数据 2019年呢,是1179万 今年是1003.5万 好像这个下降的幅度还是非常厉害的 罗比诺书做了一个计算呢 2020年比2019年的新生儿数量下降了14.89% 这可以说是一个断崖式的下跌啊 为什么这张图片在网上广为传播呢? 因为这个视觉冲击力实在是太强了 我们可以看到从2016年 应该是全面开放二胎或者单独开放二胎开始 达到一个新生儿出生的顶峰的 然后就这个新生儿数量就逐年下降了 从2016年的1786万 降到2017年的1723万 然后2018年呢 就猛的下降了200万到1523万 再后来呢就降到了1179万 一直到现在的1003.5万啊 眼看着就是断崖式的下跌啊 而且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剧烈的 一年就下降14.89% 差不多15%啊 七分之一给下降掉了 那对于这个数字呢 其实网上大多数的网友小伙伴呢 是喜闻乐见的 大家都觉得这个韭菜都被割得差不多了 韭菜觉醒了 不愿意再长了 因为知道长出来呢 还是被一刀割掉的 所以说呢 大家都用屁股投票了 对此呢 罗宾纳书也是非常赞同的 因为中国现在的情况 只要是不瞎 基本上都能看出来啊 生活或者说生存的压力 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你出生到死亡 所有的阶段 你都必须要面临这些巨大的压力 从出生开始啊 丁儿的奶粉钱 就是一个巨大的开销 然后呢 国内的奶粉各种各样的 什么大头娃娃呀 什么假奶粉 毒奶粉啊 大概你稍微有点经济基础 都不会选择国内的奶粉 那如果是选择国外的奶粉 无论是代购啊 还是说天猫淘宝 或者说京东上面的 海外的直营的进口奶粉啊 这价格都非常贵啊 动辄几百块钱一罐 这个费用不得了 然后呢 从小孩婴儿阶段到幼儿阶段 这个早交班也少不了啊 那罗宾纳书去商场里面看啊 其他的这些楼层 基本都是冷冷清清 只有两个楼层 还算是比较有人气的 第一个呢 是吃饭 饭店的这个楼层啊 这个名以示为天吧 大家都要吃饭的 这个人还算蛮多的 人气还挺旺的 第二个人气最旺的楼层 就是凿教班 学习班 这个是涵盖了 从幼儿一直到中学这个阶段啊 基本上都有了 这个无论是补习啊 什么奥术啊 跆拳道啊 什么什么音乐啊 美术啊 画画啊 书法之类的 反正什么样的 只要是和孩子教育有关的 这一层是最火爆的 其他的像是买东西啊 尤其是卖衣服的这个楼层啊 基本上是门可罗雀 基本上大家能不换新衣服 就不换新衣服了 所以说呢 从出生到学习这一阶段 可以说是灰金如土啊 那这个孩子作为四脚 吞金兽 也是名不虚传啊 从这个奶粉阶段到早教阶段到学习阶段 学习阶段这个就不用提了 学区房这个压力真的是山大 昨天晚上看了一个视频呢 就说是北京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的学区 那边的这个房价简直是要疯了这种感觉啊 就是一个桶子楼 所谓桶子楼呢 就是一层有十几二十甚至几十家的房子 然后就有一两步电梯 或者一两个楼梯啊 这样的就是非常老旧的 七八十年代造起来的这种桶子楼 但是呢 就是因为它对口比较好的学区啊 能够就读当地的实验学校 直升重点的工地学校啊 所以说它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疯了 大概几十平吧 六七十平的这个桶子楼的房子 非常老旧非常破旧 完全没有任何装修可言的呢 它要卖到一千多万 平方大一点可能要卖到两千万甚至三千万 那另外像是深圳这里就更不用提了 大家都已经目睹着 深圳的房价从高不可攀升到更加高不可攀啊 最高的一个房子好像说是 单价已经冲到了四十万人民币每平米 深圳的平均单价好像是杀到了九万人民币一平啊 太吓人了 那上海北京也不逞多让啊 基本上只要是学区房价格就疯涨 疯涨猛涨 一千万人民币对于学区房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预算了 那有谁可以说我能够比较轻松的 或者说加上贷款我能够挣到这个一千万呢 可以说没有人有这样的自信吧 除非你家里有矿啊 除非你就是富二代 或者你本来在这个一线城市就有这个房子 可以通过置换啊 买进卖出的方式来置换到这样的好一点的学区房 那如果普通的人家庭没有这么厚的家底的 没有这么英识家底的 或者你不是天纵之才 不是这个996修福报 出来就拿到什么快手啊 拿到互联网大厂的股权期权的话呢 你想买房真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即使是掏空了六个口袋呢 都不太可能的 长大以后呢 你要结婚啊 结婚大家知道至少要买个房子吧 你这个如果女房要求高一点 你还要搞个学区房啊 为将来的孩子着想对吧 还什么嫁妆彩礼啊什么的 这些都是钱 然后长大过程当中 每一分每一秒都要花钱 衣食住行 哪个都需要钱 牛儿买房这个房贷 牛儿租房这个租金一直在涨 对吧 这个物价也都一直在涨啊 从这个猪肉也好 大米也好 白面也好 这个算你狠 逗你玩 这些物价都在往上涨 在资源比较聚集的大城市当中 物价都是在涨的 工作 现在大家都知道工作不好找啊 大多数的创业企业死的也都很惨 然后动不动 你这个就忽然发现失业了 没收入了 那这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压力来源 那等于终于工作完了 可以退休了 可以领退休金了 你以为就结束了 当然不可能了 且不说你这个退休金到底有多少 生个病啊 去看个病啊 生个大病啊 做个手术啊 有可能就把你这一辈子的积蓄给掏空了 所以说呢 生活在天朝 生活在中国呢 你的生活压力主要是钱的压力呢 是方方面面 而且是贯穿你的一生的 面临着这样的压力 而且是非常可见 非常真实的压力 人们做出的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 就是少生或者不生孩子了 我生活的都这么苦了 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 再走那么一遭呢 对吧 我既然作为一个韭菜被割了这么多次了 我干嘛还要让自己的孩子作为韭菜 再被割一次呢 我既不是权贵的后代 我既不是红二代 也不是富二代 也不是官二代 我什么代都不是 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也出生在这里 然后也被作为一个养料 作为一个电池 被这个社会榨干榨取 然后在非常辛劳的过完这个一生呢 那索性让他不要出生了 那同时呢 不生孩子这个事情 还能让我放下一个非常巨大的包袱 就是养育这个孩子的这个包袱啊 那从这个孩子孤孤坠地 到长大成人啊 至少到大学毕业以后 能够自食其力 这个流程都走完 可能我的人生也差不多走到终点了 那我索性就不生了 这是我们一枚权 二枚权 三枚资源的普通的韭菜一族 能够做的最直观的 最本质的抵抗 或者最本质的一个 用屁股投票的一个行为啊 那可能其他东西 我们完全没有任何选择 这个clubhouse 我能不能用 我选择不了 这个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instagram 我用不用得了 我选择不了 但是呢 我生不生孩子 至少在现阶段 还是没人能逼得了我的 家里人可能会念叨一下 你怎么还不结婚啊 你怎么还不生孩子啊 那我当然可以 我顶多就左耳进右耳出 我就不生孩子 我就不相亲 我就不结婚 这个事情 我还是能够做到的啊 那除非什么时候 等到国家上了一个 什么新的法律啊 就说不结婚 不生孩子的有罪 要罚你的款 或者征重税 那这个时候再说 我现在反正 我现阶段 我就是不生孩子 这是罗宾大叔 能够想象出的一个原因啊 那从网上的这些小伙伴的 这个留言啊 反馈啊 评论来说 大家还是相当喜闻乐见的 或者相当欢乐的 看到这件事情 因为人口少了 新生儿出生少了 其实对于现在生活的人来说 可以说是一件好事 一方面的 没那么多人了 对于房子的需求也没那么大了 对于物价的推涨也没那么高了 唯一不高兴的是谁呢 就是国家 就是政府 还有一些呢 吃狗粮的专家 他们呢 对这个非常着急的 你们觉得 你们就是自私啊 你们就是没有责任心啊 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呢 不结婚 不生孩子啊 甚至出台一些什么政策 有的说呢 你要是不结婚 不争孩子 你这个税就会高 甚至呢 有的地方 你想离婚 我还给你设一个什么限额 要去什么抢号 要去什么事先预约 而且约不到 那就去抢号 就不让你离婚吧 就意思你们不离婚呢 你们还有生孩子的可能 你要是离了婚 两个人一分居 那不就没有生孩子的可能吗 可以看出呢 不管是国家也好 政府层面也好 专家也好 对于这个人口出生是非常着急 非常挠头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可供割的韭菜太少了吗 可供榨取的人形干电池 人肉干电池变少了吗 那个创造财富的这个能力下降了吗 对吧 那当然要着急了 那说到这里呢 还要再对比一下 海另外一边的国家 也是经常被我们嘲笑的一个国家 就是韩国 韩国呢 经常被我们说是什么棒子啊 生存条件非常恶劣啊 什么吃不起肉啊 物价太高 吃不起西瓜 吃不起水果啊 而且呢 经常被我们嘲笑的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韩国的人口出生率 确实是非常低的 看了一下2020年的一个数据啊 韩国的2020年的新生儿出生的数量呢 只有28万 韩国的现有的人口是多少呢 是5164万 也就是说 每184个韩国人当中 只出生了一个新生儿 那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低了吧 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低的一个数量的 那这个呢 也经常被我们嘲笑 意思是韩国你的这个生存条件太恶劣 你看都没人生孩子了 那且慢 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啊 中国现在的人口呢 据官方统计口径是14.5亿 新生儿数量是近1000万吧 1000万左右 1003.5万 差不多也就是140个中国人当中 有一个新生儿出生 那这个数字对比韩国其实也不那么好看啊 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出生率呢 比韩国相对只高了1.31倍 等到2022年 2023年 我们的这个出生率啊 出生新生儿的比例 有没有可能后来者居上 追上这个我们经常所嘲笑的韩国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期待的啊 非常有可能在一两年 两三年最长不超过五六年之内实现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嘲笑谁去呢 说不定倒过来 韩国人来嘲笑我们了 你看这边中国人啊 他们就生这么点人啊 他们的这个生存条件该有多恶劣啊 而且呢 韩国现在是 人家是一个发达国家 人均GDP超过三万美元的 非常根正苗红的发达国家 我们中国的人均GDP呢 才堪堪刚刚跨国一万美元 即使像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 人均GDP也就是两万 还没有到达三万美元每人 这是我直观印象 没有查过数据啊 如果哪个城市的人均GDP 超过了三万美元每人 欢迎大家留言啊 来打罗宾纳书的脸 反正罗宾纳书也不怕打脸 真理越辩越明啊 所以说呢 从这个2020年的新生儿的出生数量呢 可以看出 中国人呢 真的是不愿意生孩子了 中国人的这个生存的环境呢 确实是比较恶劣的 至少呢 在大多数育林人口看来呢 中国的未来是不太看好的 因为如果看好 非常直观的印象 我如果觉得将来的生存环境 将来的这个预期 我是非常好的 我当然愿意多生孩子了 我希望孩子多多的来到这个世界 来到这个生存环境 享受将来光明的未来 而不是说 现在就是收缩啊 收缩收缩 我不希望孩子出生 我也不希望承担这个抚养孩子这个重任啊 说完了出生人口呢 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解脱 也是心头一紧 就是在五天前啊 教育部呢 推出了新的一个政策 叫做推动革命传统进课本 教育部呢 它是发布了一个文件 要求将革命传统全面融入中小学课程教材 那这个全面融入呢 就非常有说头了 大家知道在国内的教材 不管是人教版 还是其他什么教材里面 其实这些东西呢 都是穿插其中的 我记得小学一两年级的课本里面 在遥远的山那边啊 有一个大城市叫北京 北京呢 有一个叫天安门 我多想去看看 我多想去看看 这是我看到小学的教材 中文课本的一个教材上 写的是这个内容啊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 如果你有孩子的 你可以去看看他的课本上面 是怎么写的 没有的话呢 你可以去买一两本这样的教材啊 语文教材 政治教材 历史教材 看一下里面的是怎么样一个描述的 那现在呢 又要更进一步 他出这个文 当然不会是说 你现在已经做到了 我再出一个文 出一个精神 要求你们把这个同样做到的事情 再重复一遍 当然是要更加加码了 对吧 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那现在都是再强调一遍 将革命传统 全面融入中小学课程教材 那其中还 一二三四五一共有七点 第一点呢 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第二点呢 叫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第三点呢 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第四点呢 叫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五点呢 就是看着头皮一紧啊 叫革命斗争精神 第六点呢 叫爱国主义情怀 第七点呢 叫艰苦奋斗的传统 这七点当中呢 我觉得比较吓人的是 革命斗争精神 就是你一定要斗争 那斗争谁呢 那不是斗争美帝 就是斗争苏修 要么就是在国内斗争吧 那反正总为是有人要被斗的啊 还有艰苦奋斗的传统 现在不是说中国已经是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吗 中国的发展也非常的蓬勃 至少官方的口径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还要强调 这个艰苦奋斗的传统呢 艰苦从何而来呢 其他的点 什么某党的领导地位啊 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啊 这个就不谈了 这两点是让罗比纳书 比较头皮一紧的 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些革命传统的教育啊 要所有的学科当中都要融入的 第一个是在思想政治 语文和历史三科为主 就是说这三科当中 要把这些革命传统的精神 全面的融入进去 而且要为主 在艺术 就是音乐和美术学科当中 有重点的纳入 还有叫其他学科有机的渗透 那什么是其他学科呢 我想呢 要么就体育科 反正总而言之呢 就是所有的学科 都要把这些革命传统教育 全部的融入进去 而且是要加码的融入进去 现在的这个已经不能满足 教育部的需求了 或者说他心理门槛 已经更进一步了 觉得现在的教材啊 已经是根不正 苗无红了 不能让你们感受到 伟大的革命传统的这个重要性了 我要进一步加码的 那这个呢 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啊 佐证了那帮韭菜啊 那帮到玉林的韭菜 不愿意生孩子的一个英明伟大 正确性啊 就生出孩子来 还要被这样的去教育 学科的全面渗入啊 重点的纳入啊 有机的渗透啊 这些 不管怎么样 你觉得真的有用吗 学了这些 你是能够考更高的分数呢 还是在将来的工作当中 你有更强的竞争力呢 还是说你将来赚钱的能力 会更强呢 我觉得都没有 所以说呢 学这个并不是为了孩子学的 也不是为了家长学的 那是为了谁学呢 大家都知道是为了谁学的 对吧 所以如果我是那一颗茁壮的韭菜 如果罗宾大叔现在是玉林状态 我应该也不会生的 实际上呢 罗宾大叔当初其实也不太想生孩子的 但是奈何呢 罗宾大嫂挺想生的 然后呢 后来就有了嘛 有了就顺理成章 决定把孩子生下来了 然后呢 就去了美国 生了一个美国娃 这个也是罗宾大叔这个 显侃赴美生子节目的来源嘛 那既然一定要生一颗小韭菜 就把这个小韭菜挪到美国去 让它茁壮成长 这也是我的一个思路啊 可能当初这样做的人不多 但是呢 后来这几年 赴美生子的数量急剧增加 其实也是大家这样一个思考的结果 所以说呢 作为一颗茁壮的韭菜 作为一个茁壮的人肉电池呢 大家还是要聪明一点 你要么呢 就以自己为本啊 到自己为止了 你就自己 我是一颗韭菜 我是一个人肉电池 那我就到此为止 我再不产出新的韭菜 新的小人肉电池 小韭菜了 要么呢 我就把这个韭菜啊 我弄到国外去 让他在一个不同的环境当中出生 看看呢 有没有不同 看看呢 会不会有一片新的天地 以上所有的说法呢 都只是罗宾纳书的一个个人看法啊 所谓韭菜啊 人肉电池啊 并不针对任何人 如果有听众或者观众小伙伴 觉得受到了冒反 那罗宾纳书在这里向大家致歉 那如果你觉得听了罗宾纳书的节目 觉得有所感悟 有所触动 觉得有那么一点道理的话呢 希望你能够点赞 留言 订阅 这期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如果对于赴美生子 附加生子 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 或者移民有兴趣的呢 也可以添加罗宾纳书的微信啊 付费咨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